新北市議員金介壽 最近行經秀朗與秀山國小一帶發現 行道樹下方的鐵製樹穴蓋板 有很多都被偷走了 對於行人行走可能會造成危險 他走了走得不小心踩空怎麼辦 踩空腳會斷的 等到斷了之後再來申請國賠來不及了 我相信這是全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政府應該積極面對它 不要逃避它 針對道路旁的鐵製樹穴蓋板或是水溝蓋 議員金介壽建議比照機車落馬的方式來辦理 降低失竊率 同時也可以節省公帑支出 金議員強調這應該是每個縣市政府頭痛的問題 如果有更積極的管制方式 應該可以杜絕不肖人事偷竊